今天调解的是两位古稀老人 黄先生74岁 一女是69岁 两人都是知识分子 黄先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还是高级工程师 而在研究所工作的一女士 也是知书达理 两人携手走过了44个年头 本时到了韩姨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 可如今他们却在女儿的陪同下 不辞辛苦地赶到南昌来调解 而矛盾的焦点在于 两人对待保健品的不同态度上 买了个保健品 他有多少跟我 运势方面可能也存在于一些品材 不少 按理说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为了健康长寿 买点保健品也实属正常 可是一女士说了 如果再买 那就只有一条路 离婚 任何人给他的劝解 他就态度很好 虚心结束 坚决不改 如果要技术这样坚持 那就可以说破坏了 我的家庭的这个和谐 这个就不好往下走下去 为了买保健品 44年的婚姻都几乎不保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矛盾 整个调解团队都严正以待 十分重视 今天这个案例是有点特别 这么多节目中非常上见 这种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调解团队为挽救这段44年的婚姻而努力 那么这段婚姻最终又会何去何从呢 调解马上开始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易女士 还有一位是黄先生 二位好 了解一下两位来竞派调解的诉求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是在这个山庆雪茎一无漏的情况之下 来到这个江西电视台这个整排条件 因为我现在这个婚姻已经两行正了 老伴要离婚 老伴要离婚 黄先生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4年 结婚44年 我的大姑娘已经44年 今年提出离婚这事 我已经74岁了 所以我就想不成 因为你是提离婚了 对呀 真的想要离婚 对 真的 真的 44年啊 对呀 古来西的年龄了 100岁 那也有要求 对 这话说的特别对 因为什么事情 目前就是因为 我们家从12年开始 到现在 我们在保健品这个公司里头 偷了40万 投了40万的意思是 就是说买了保健品 花了40万 花了40万 对 那你们俩今天讨论了 离不离婚 跟这个有关是吗 对啦 对这个刀口线 这个错误还在继续吗 你也买了很少了 既然有改变 为什么还要谈离婚呢 没地方借钱呢 当然要少一点的 对不对 是啊 几十岁的人啊 借钱买保健品 你说有脸没有 40万 这个巨额数字一出 让在场所有人都很震惊 勤勤恳恳一辈子的 理疗产品说起 人家就一边给你 理疗一边跟你说 确实那个 那个很舒服啊 就感觉到 比亲儿女还亲 继续就叫妈妈 就这样子 一万多 就一下子 我们俩就决定 买两个 这么好的东西 看得出来 当时的义女士并不反感这些昂贵的 因为我们住在市中心嘛 那个保健品公司可以说 我们的一条 一个小区里头有十几家 而且呢 她就特别的呢 不要人家拉 主动进 在那就是看书 哪里要有介绍这个保健品 她就你看宋美龄 你看吃了就活了一百多岁 为什么把这些注意力 或者说精力都放在保健品上 而不是放在医院呀 医生啊 对呀 因为她一辈子没有看过几次病 因为我这样子讲了 因为这个糖尿病呢 医院持有只能是降血糖 但是不能跟不上检查问题 那保健品可以吗 我都因为这个保健品呢 能够能够 不但能够降低血糖 而且还能够吭止不发生血糖 您为什么有这个观点 我看了不少的资料都是这样 您觉得保健品可以治本 对对对对 这个效果 因为她在外边接的单子 不是我们很了解的 这个保健品公司 那么呢 就有很多骗子公司了 那就连个小蓝帽都没有 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 拿回来女儿很大脾气 就开始买产品了 就不断地买 什么样的都买 什么酱糖的呀 什么酱脂的呀 什么样的各种各样 有时候两万块钱 从银行取回来 成了五年 也是她辛苦赚的 就几天 我说钱呢 她说 就那一个礼拜 不停地往家拿 我就 我就 真是这个人 我觉得 我们这么辛苦的钱 你看就这样子 我觉得是血汗钱 还要养老啊 以后 所以是在经济上 很反感 经济上付出太多 这个时候您觉得 不对劲了 血糖照样高 我说你必须进医院 后来我就把它 弄到医院去 我身上 医生说话 他肯定会听 专业之人员 有没有什么改变 改变 长期兼职吃药 那保健品是不是就停了呢 我觉得她好像是要心里安慰一样的 什么意思 现在我是又也吃 保健品也吃一点 还是不能放掉到晚 保健品现在也已经没吃完 当饭吃 患上了糖尿病的黄先生很焦虑 他进入了一个误区 那就是保健品比药还零 他不仅能降血糖 还可以控制并发症 从此他开始了疯狂地购买 甚至到后来 不光买跟糖尿病有关的 只要标榜对身体有用的 比如降压 降脂的 抗癌的 提高免疫力的 他都忍不住要买回来试试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易女士从家中 带来了一部分保健品 这是一部分是吗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你把这些拿出来 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磷子棒子粉 这是锡 这是我这眼睛的 乃米素 这是刚刚买的 这有啥 他很会说 我都说我都气糊涂了 那这样 阿姨您拿出来 我们让他给大家做个现场介绍 Omega 3 随便拿了一点 这些 这看上去挺神秘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是给他买的 这是啥呀 因为他非常买 这是干嘛的 不吸 不吸的 这癌真的 吸软胶囊 抗癌的 抗癌的 这是啥 这是这个 零子 零子棒子粉 这个是吃了吗 好吃 它是分较人的 是分较人的 这是谁吃的呀 这是我吃的 哦 什么 叫做什么 Omega Omega 3 也是正常人的 免育力 这个亚马兹油里面 还有Omega 3 这是什么 这个上面写的是 什么 杀鸡油软胶囊 哦 这是在今买的 我将常饮的 他也能吃一点 那叔叔我刚看了一下啊 咱们就说这四瓶 这两瓶是您吃的 这两瓶是他吃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阿姨吃药不乖 因为你都剩了好多 没有 所有吃药很乖 您都几乎都快吃完了 我吃 您是真的坚持每天在吃啊 我吃得多一点吃的 他吃这么爱吃 你觉得吃完了怎么样 这个保健平台 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看法 完全拒绝吧 也谈不上 是身体需要 还是心理 我正是满在了 迟到你吃一点 救了 您觉得是医生给您 开的那个药起的作用 还是这些东西起的作用 像我现在吃那个地龙的 你觉得是那个起作用了 还是起了 起的地龙作用 刚才说 你特别提到的 说这个地龙 地龙对 哎呀 挺贵的呢 地龙贵 吃荷很贵 我还没全部 按照它有钱买的 按照有钱买的 有两万五 我只买了一万七 一盒就要一千两百八呢 对对对 是这样 这么贵 但是这个 就是在我身体 也有作用 它这个地龙解决 什么问题呢 它打成你的微型犯 微型犯是一波 很难达成的 您这些知识点 都是从哪儿得到的 常见病协会嘛 就是他们提借给我的嘛 多的都是上万 这还只是一部分啊 天哪 我就翻一翻 大家就这么看一看啊 我看到这有一个 小小的一张条子 已经收到 应该是阿姨这边的货款 加什么五百元券 产品仪领 这些都是去买产品 这里都全是把 一年红色的东西 买了多少 得有多少量 算过吗 这些年下来 柜子上啊 桌子上啊 床铺底下呀 反正是地方都可以放 现在家里也是这种清静吗 好多过期的 好多过期的 所以 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浪费 浪费 对 也对这个问题 黄先生对这些保健品 如属家珍 对他们的功效 也深信不疑 保健品 让他失去了理性的消费 也掏空了他的口袋 易女士大概算了一笔账 从2012年开始至今 前后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 在保健品上 总共花费近40万 每年少则几万 多则十几万 这么庞大的数额 并且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为何没有人及时喊停呢 对此 易女士令人意外地 主动承认了错误 15年买了5万 我就很伤心 同学聚会 我就生气 别的 他同学的别的老婆说 我们家买了10万 他听得很欣慰 我们家还可以 我这气得要死 好 结果第二年 我们家就买了14万 那么就是16年了 这个14万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还有我的事 来 把我也带进去了 把我也带进去了 怎么回事 女儿就说呀 爸爸这样子瞎买 连个小蓝帽都没有 这都是随后还吃坏人了 妈妈你把他盯了一点呀 你跟着他 你控制他 保护他 我保护 怎么能保护 把我也带进去了 你怎么也被他带进去了 那一查我 他说我要吓唬死我了 那我都很快就会死掉 说我有癌症了 说我 说我癌细胞超标 这样子 后来他另外一个保护品公司 他要我去查 一查 又是说我超标 他们都不超标 他就是 他也是关心我 这么样 他也帮我买 所以后来就进 各种保护品公司 不是一家 起码有五六家 那么就严重透支 我们俩工资很低的 我们是研究所的 我们两个人只有不到七千块钱 那一年花掉十四万超 超 借 原来的积蓄 彤彤拿出来了 积蓄花了 然后还去借钱 对 那那个日子太难受 因为我 我也是很要面子的人 我从来不借钱的 我这个病咋扮员 我现在借点钱 能够把它治好 就是现在 我以后慢慢就来还 这种什么状态 让你对那些人 产生了那么深的信任感 这保护品公司 我都可以当老师了 因为在那待的太多了 就是这些道理 你也倒下去了 那个嘛 后面的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不属于你了 那些话很多很多的 所以老人听得很爱听 在那么叔叔啊 阿姨啊 爷爷啊 奶奶啊 比儿女慰慰的多 就是给人家感觉到 他们就是 特别特别的亲切 特别是我这个人 他都愿意赎我的账 一说我们家买 人家就让他拿回去 拿回去 就这样子 一拿回来了 那我就要去还账 而且人家都很那个的 会当时把 都给你撕开他 那你就没法退 是 就这样子 就江里的军 你非买不可 你的意思是 他们很有技巧 对 他们也有办法准备的 那到现在为止 他就认人家都是好人 易奕女士感叹 保健品销售人员 实在是套路太多了 不仅蛊惑了丈夫 也让自己变得盲目和狂热 所以在保健品上 开销最大的2016年 就是她和丈夫两人 一起疯狂购买的结果 可是这样远远超过 两人收入的庞大开支 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老两口的身体状况 易奕女士猛然觉醒 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我如果有癌症 我如果是晚期 我何必弄得去家当产呢 那我就正确对待 我如果是慢性病 我到中医慢慢调理 对不对 要心态好 要我心情好 现在天天像个大包袱一样的 随时要钱 随时要钱 我收得了吗 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钱进医院 易奕女士认为 对待健康 应该拿出正确的态度 相信医学远离保健品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改变的契机出现了 老两口搬家了 也就意味着 可以远离原来的保健品圈子了 而且丈夫黄先生 郑重承诺再也不买了 就在易奕女士 觉得美好的晚年生活 近在咫尺时 丈夫黄先生很快 又一次被保健品公司 组织的旅行给套路了 也是去年这个时候 保健品公司就要她去旅游 到什么地方 新疆 去玩了一趟 玩了三天 不要钱 那好像占了便宜一样的 我说我不去 当他们说 有这种免费旅游的时候 阿姨您有没有想一下 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人家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他鼻子里买呀 十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 因为上高 人家不买 比如说有人就限制我 一年就一万 就几千 我就占这个小便宜 发鸡蛋 发面 人家就去 我们是一去就上钩 他一回来 他就像个小学生一样的 我在厨房 他就站在旁边 我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我一听我就火就来了 我说糟糕 我想到保健民公司还有什么事情 就颠到东西回来了 四千块钱 我就马上抓起电话来 我就说刘芳 你要这样 我们就加快我们俩离婚 您说的是 保健民公司的 那个女孩子 人家就 他就说 要叔叔退回来 退回来 因为没给钱 可能压了一百块钱 经常搞这样的事情 所以您是担心 叔叔虽然说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他可能下一次 又会重复这样的 他没有意识 他就是说听我的话 听你说 我们不买了 但是他心里头没有转过弯来 隔三差五 可以说一个月里都搞好几次 那天他又要钱 又他同学把它带来另外一家 就光你聊你聊 要六千块钱 我说这是妖命 我就好伤心 他还说 你的身体也不好 我的身体也不好 我们各搞各的吧 我说这样过得太没意思了 我早都没意思了 就是好凶啊 我说万一变了个人 我就晚了就大哭了一场 哭得天昏地暗点 那个话可能当时是 发感化 可能吵架的时候 发感化 没吵架 没生意的回答 这不是有意思 这样的回答 你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买了那些四千多块钱 没考虑家里承受能力吧 那应该怎样 经济条件可能的条件下 那什么叫做可能呢 适当的 什么叫适当呢 那就少量的买一点吧 怎么叫少量呢 就是你比如他要去吃一个周期的 我就先吃半个周期的 假如一个周期就要好几万呢 那也不一二半 所以您心里对他的定下来的标准是什么 保健平的问题是 我是犯错了 真正 我是一直成认这个问题 44年就过来了 真正我也是蛮大的过错 我真正不成认 那我就少少看看答应解题了 你不是为了这么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你一地分的 我真的很掉面子了 虽然黄先生一直强调自己知错了 未来对待保健品会理性和克制 但是对于主持人张婷的追问 她的回答实在太差强人意 而易女士更是坚定地认为 丈夫并没有从买保健品的狂热中 恢复过来 因为就在不久前 她为了要买保健品 说出了这样的话 她要健康 可以不要家庭 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我说这个保健品太厉害了 所以阿姨的意思是说 如果您不严格把控的话 她要买 那就很糟糕了 如果您严格把控的话 她心里对你又会有不满 不满 说我很多的女人 怎么不关心她 在我有病例这个时候 这么狠的心肠 一句为了健康 可以不要家庭 彻底伤了易女士的心 她认为如果丈夫继续购买保健品 那么不仅家中经济堪忧 两人的这段感情 也会遍体离伤 所以她下定决心 如果丈夫不停止购买保健品 那就离婚 面对这样的情形 观察员武运十分着急 她希望黄先生 能够尽快地清醒过来 黄叔叔 您今天来 您的状态 其实让我是很担心的 您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非常棘手 并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 您一直说 我不想离婚 我和老伴44年的婚姻了 只要不离婚 你让我说什么 你要我怎么做 行 我都答应你 但我看来 我觉得有敷衍之嫌 你不能到老了 被别人来说 婚姻失败 老伴都离他而去 你是不能忍受这个 如果您只注重面子工程 您却忽略了理字建设 说实话 我真的替易阿姨 挺委屈挺教区的 您到现在都认为 只要不离婚 随便 哎呀 你要怎么说 怎么做 我配合你 但是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 您的思想深处 您今天的这个表态 我都不能支持你 她虽然已经70了 她依然像17岁的 小女孩一样 她热切地期盼着丈夫 能够爱她 疼她 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 所以这其实是 让我很担心的 第二个问题是 您刚才表态说 是 保健品的话呢 买多了 我以后少买一点嘛 您之所以说这个话 不是源于 您真正地意识到了 推销员的七红 曾经有过上当受骗的 这样的一些认知 其实您是源于什么 很多可能是 钱不够了 欠债了 你没法买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问题是很棘手的 您可能自己都不自知 为什么会去热衷买保健品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心理 第一个心理是 期待心理 期待这个保健品呢 真能把咱们的病给治好了 第二个心理呢 是恐惧心理 因为实在是恐惧 衰老甚至死亡 第三个心理呢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从重心理 就是 无论你身边 是真的 是假的 是扮演的 或者是真实发生的 有很多人都在买 你会觉得 多少肯定是有效的 不会都是傻子 不会都是被骗的 黄叔叔 您虽然是高学历 高智商 您怎么会相信 保健品 它能够 控制我的血糖 甚至根治我这个疾病 如果真的保健品 有这么大的功效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医院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药店 直接就是保健品专柜 就行了吗 如果这个保健品 真这么好 为什么医生不给你开药 医生一定比你更先领 掌握 医学医药的最新动态 医女士 我代表 我谁也代表不了 我本来想代表 全国人民向你表示感谢 但是我谁也代表不了 那我就是代表自己 向你表示感谢 感谢什么 感谢你敢于把这种事情 拿到台面上来 拿到电视台来讲 因为这种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是全国人民 很多老人家的事情 所以我这里当着全国的 老年朋友 保健品要不要 是要的 但是盲目购买 盲目相信它的功能 我觉得没必要 我们黄先生 为什么会相信他 我们老人家的小孩都走了 对不对 都到外面去工作 不在边上 即使你女儿 你看你女儿对你还是挺好的 她有没有走回来 就说妈妈 我带你去玩 没有像你们的那些 那个推销员那样 热情 老奶奶 你身体很好啊 但是你有毛病啊 你这个癌细胞 比例高啊 搞得你就好紧张 或者是好 特别是我们黄金针 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一听这个话 就觉得 哎呀 比我许有这个关系好多了 然后就大量地购买东西 说明当局者迷 你老伴如果不是 利用这种方式 来激你 来逼你的话 你恐怕不会承认自己错误 一根筋走到底 很固执 因此我认为黄先生 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下自己 你是不想离婚对不对 实际上印尼时也不想离婚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想离婚 因为少年夫妻老来伴 并不是说他离开了你 他活得很好 也不是说你离开他 你活得很好 不是这个意思 只有两个人在一起 才来活得很好 二位老人家好 你们是知识分子 一辈子在自己的领域里 是专家 但对不起 跳出了你们熟知的领域 在其他领域 你们就是无知 毫不客气地讲 如果在法律知识领域 你们对于我 就是无知的 而我对于你们的专业领域 就是无知的 而你们和我 对于骗子的营销手法 就是无知的 有很多没有高知 什么专业领域知识的 普通的生活中的老头老太太 反而不会上这个当 为什么 他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知识 他们在这个领域是专家 在对抗骗子的领域是专家 如果我们再继续讨论 保健品该不该吃 吃多少合适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那是一个 无法量化的指标 我个人建议应该去 有时间有精力 去研究一下 经历了这么多保健品销售 这么多的产品 你们有没有研究 他们的共性 他们是怎么获利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有没有记住那句古话 无视线阴晴 如果把时间精力 用在去研究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今后 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出 哪些是骗 哪些是自己需要 第二 购买产品 我认为阿姨可能比叔叔 相对知识更专业一点 她还知道那个产品 标签上有个小蓝帽 什么叫小蓝帽 药品有专门的 国药准质癖 食品保健品 有国实践准质好 批好 而连那个小蓝帽都没有的 保障性何在 你们的到来 真的是这么多节目中 非常少见 很有教育警示意 今天这个案例 是有点特别 黄先生应该说 亲戚所有去买保健品 好像表面上就是想 我就是想治病啊 我就想健康啊 但好像没这么简单吧 那我很想知道 如果您在活十年的话 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是您最在乎的 那就是家庭 好 很好 我很想说一句话 今天您二位在这笑着谈离婚 与妻说妻原因是因为走进了保健品的误区 不如说是您二老相互误读了对方的情感 那么她之所以说我要保健康 我不要这个婚姻 叶阿姨给这理解 就她自己的健康和命最重要 对不对 但是刚才你听到了她的答案 还是为了守着这个家庭 但是为什么她会那么理解呢 是因为她首先误读了你的感情 就是你阻止她去买保健品 她的解读是 你在乎钱比在乎我重要 你不关心她的健康 那其实你们两个人都误读了对方的意思 你离婚意味着什么 你看家里钱几乎被她花没了 人也没了 你离了一个人才两空的婚 我想不到逼不得已 或者不是伤心致辞 肯定你不会出此瞎策 对不对 所以一个女人是不能为情受伤的 所以我想跟黄先生说 我们钱花出去了 关键是我们是吃到肚子里的 这个东西是不能有害的 你随便吃的保健品 那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知道吗 不仅对您身体健康没有好处 而且很有可能是有害处 一个人想真正地保持健康 除了相信科学的医生之外 我们老了老了 我们情感真正地寄托 我们身边爱人真正地陪伴 才是良药 才是我们最好的保健品 我不相信您跟您老伴分居了 然后您自己光寡孤独地 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 半夜冰冰冷冷地 自己孤独寂寞 然后你抱着一瓶保健品 你会快乐 你会健康 我不相信 对一女生 你这边的问题就是 黄先生能不能理解你 将来能不能带给你和谐生活 我就举一个例子 在交通灯的指挥下 行人也好 汽车也好 都非常的有秩序 是不是 如果哪一天交通灯全关掉 会怎样 会乱吧 我们应不应该对人类失望 其实问题不在于真 问题在于当有指挥的时候 服不服从指挥 今天黄先生有一个态度 我们就会质疑 但是如果他能服从指挥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高兴 我都认为 一女士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 特别好的妻子 那你恰恰碰到了一位 这个不太能沟通的人 紧接着这个家呢 也没有建立起交通信号灯系统 所以呢 你看到了黄先生比较自我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就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他 第一 他这个性格 甚至他的这个天性 他其实都是 比较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按自己的逻辑 但是注意一个重大问题 他没有出来故意伤害他人 第二 其实当他明白了 看清楚了的时候 至少主观上来说 他还是觉得自己是错的 所以就像无数个家庭一样 咱们都多方面去理解 生活它就这样 好 那我们到密室里面考虑一下 下一步买多少瓶保健瓶好吗 买什么牌子 江中牌推荐 江中牌乳酸菊素片 对对对 特别好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除了让黄先生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外 家中还应该建立起如信号灯般的规矩 让黄先生清楚地知道不可触及的红线在哪里 为此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郭华平一进密室就提醒黄先生 以后对保健品要有理性的判断 比如说专业性的东西 微循环啊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吹给你听的吧 你学过没有啊 你没学过这东西嘛 这就是他们推销这东西的一种策略 你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问题 而今后在购买保健品的问题上 应该是听从医生建议 而不是自己盲目购买 比如医院医生 他认为你盖就不盖 你就吃点盖片 每次都一样 每次都四样 定路可以 其实这种也不贵的 黄先生承诺会把调解团的建议 落到实处 可是他担心妻子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就不相信我 因为你第一次给讲干 转身又满了 郭华平希望黄先生拿出实际行动 改变妻子的看法 对于这个问题 易女士确实对丈夫没有信心 还继续在买 这个月又是一万 你说是烦人不烦人 你说他手里哪来的钱呢 赎葬啊 按易女士的说法 黄青生现在依然在购买保健品 所以对于未来他并不看好 我觉得就是你们说的这些话 开到他 把他听进去了 对他的后半晚年就有用处 如果说了就忘了 我觉得跟他有点说不通 说不清 易女士压力很大 这边丈夫还在外面购买保健品 而家中尚有债务没有还清 对此 宗阿姨提出 用胡老师的办法解决问题 用一些具体的条款约授黄先生的行为 比如收回黄先生的工资 把家庭经济大权交到易女士手里等 希望内外因同时起作用 尽量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可即便如此 易女士对于未来还是有些犹豫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吧 不吃 不心疼人 不吃冷 不吃热 易女士希望丈夫对待人生 对待家庭都有正确的态度 而不是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外界漠不关心 那么密室之后 黄先生的表态能让他满意吗 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那协议给大家捏一下 第一 双方共同认为 今后应当共同努力 携手共建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 第二 甲方也就是黄先生承诺 今后将每月退休收入中的3000元 交给女方管理 由女方来安排家庭生活收支 及偿还债务 三 双方同意 今后关于包括是否需要购买 保健品在内的家庭事务 应当由双方互商互量 共同一致处理 第四 双方承诺 今后应当相互积极交流 共同完成家庭劳动 适当安排和丰富业余生活 我想问一下一女士 为什么愿意给她结婚呢 她这个人虽然是性格有点木拿吧 那我嫁给她 我就看那个时候叫忠厚老师 就是好人呗 是不是 当时的选择 肯定我一直要坚持下来 现在呢 大家都是给希望吧 是吧 都上前看吧 也指出了很多问题 如果她要是虚心结受 人嘛都可以改变 是不是 来着之前 说了一个把我肚子要笑疼的 好听话 就是不久前我们就是 也是老太太们在一起好玩吧 就是不要钱的 人照相 照婚纱照 给了几张这样相片 那是化妆的嘛 她拿着 哎呀 这么好看 我怎么舍得呀 哇呀 我说 一辈子没听说过 我听到 我觉得好像是像调情一样的 黄先生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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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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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 通过这个金牌条件 把我们的新纪打开吧 我以后肯定 设计 这个国外雇人家老师的建议吧 尽量地 我改正我的以前 都不够 我们希望你原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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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